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是我自己的实战对局了 是由我对阵来自江西队的才艺 我们来看实战 好 来看实战 当时你是 我是指红方 我是选择了兵器英英 其实在比赛之前 我们也可以介绍一下这番棋的对局背景 江西队是今年的升班马 就是新加入向甲联赛 他们也是得到了江西瑞昌队的支持 江西瑞昌队 在前半段他们表现得非常不错 升班马的表现也非常惊艳 当然才艺大师表现也很不错 进入到中后场 应该说在二十来轮之后 我们北京队 经济联队 应该说是排到了第一的位置 尤其碰到升班马 所以我们很希望自己继续能获得胜利 对 我们是北京威凯建设 与金环建设 和北金环建设 对 是经济联队 强强组合也是希望能在联赛 我们在排名第一的情况下 有更好的一个成绩 是 那么这盘棋也是在这个背景下走 对 江西队也是有很多绿林好汉 是吧 绿林好汉 对 像黎德志 刘宗泽 还有姚洪欣 才艺 然后再加上广东的相亲大师 李宏佳 对 都是酒精沙场的一些 非常有经验的棋手 对 当时你是走的 直红方 我是选择了先任指路 拱兵 才艺大师是走了一个对兵局 对兵 才艺大师也是代表过火车头队 四川队 还有山东队等 很多队伍这么一个 很有丰富经验的一个棋手 对 是的 他当时选的对兵局 对兵 对兵它是希望能够局面相对缓和一点 如果走足底炮的话 可能更加激烈 是吧 我是这番棋 我是选择了马八进七 他也走着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我当时是选择了炮八瓶九 一般这个棋 更多的选择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棋 红方选择点挺多 挺多的 这个它会有向三进五 炮二瓶五 炮二瓶六 是吧 还有马二进三 鞠九进一 很多种选择 等于说现在就是一个 感觉是如果走散手战 就是挺多的 当然除了你走环中炮 就是形成了中炮对直蒙马的 这么一个布局了 对 那实战你是选择了炮八瓶九 实战我是选择了炮八瓶九 平边炮 好像最近也是有不少这样的一个对局 对 最近下这个下法也比较多 黑方实战它是走了一个马二进一 对 这部马二进一应该说是出乎我的意料的 是吗 对 是 赛前备战的时候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过它会下马二进一 我可能更多的认为它要那马二进三 或者是炮二瓶六 要那马二进三或者炮二瓶六 如果马二进三的话 我们来摆一变 出局 那它也 出局 这样的话我也有可能会选择炮二进四 或者马二进一 也可能像三进五 马二进三 就是下成一个视像棋 是的 拉长战线的一个局面 对对 视像棋拉长战线的 当时它走的是马二进一 它当时走了马二进一 马二进一呢 我没想到 它肯定是有意避开我的这个最近老夏的下法 是吧 避开你的长套 对 避开我的长套 给我来个出其不意 但是从这个棋里来说 我总感觉马二进一之后 它这个马对中族的保护弱了 要弱一些 因为你现在不像你相三进五还飞起来 是 你现在可以随时走炮二平五 对对对 是 针对它的这个中路做些文章 是 实际上我是选择了G9平8 出局肯定还得出 配方也是G1平2 这时候我就走炮二平五了 刚才我说了 我说它跳了马二进一之后 我认为它的中路是薄弱的 对 所以我就摆中炮 那现在这个局面本来是一个对兵 取的一个感觉像是散手战 就现在演变成了中炮对单体马的 这么一个布局 是啊 那黑方这个单体马 可能业余骑手下的也比较多 那单体马最大的问题 是不是就是中路 就是也是您刚刚说的 对 是 中路这一个问题 我弱啊 单体马最大的弱点 而且你这个九路炮 随时炮九军速打冰冰 反正也是对它中路也是一个打击 对 等于这个局面走到这里 应该说你觉得这个棋 红方还是挺有一个布局发展的 对 我认为这个 我是能够抓住它的中路薄弱的弱点 是 那我们看一下实战 是 黑方是 选择了鞠九平八吧 对 它是出鞠 出鞠 出鞠我这时候在跳马 马二进三 跳马 它是向七进五 对 向七进五 补向 补向这个时候 我继续贯彻我刚才说的这个思路 我认为它中路薄弱 所以我就马七进六了 马七进六 准备踩中足 它可能也得补一手 它也得补一手 它也得补一手 不是 总归中路还是空虚一点 对 我继续贯彻我的思路 马六进五 踩冰 比如说蒋大师 你这盘也是告诉我们齐有 怎么用中炮对付黑方的这个反攻 单体码的这么一个布局 就是也是简明很明快 就是我先从你中路进行一个打击 我就看你的态度 是 你要是给我换掉 我这个炮打出来 那总之是多冰的一个局面 是 是 那黑方可能不是特别乐意 于过早的这么一个接受 是 其实这个时候 当我踩了中足之后 才艺大师当时陷入了长考 对 长考 当时我的第一感也是 他如果走马七进五的话 会怎么下坊呢 对 马七进五 如果换掉 我打掉 这么打掉 他当时的意思是跟我说 他以为自己会有炮二进五的起 这时候有个炮二进五 他当时以为自己会有炮二进五的起 实际的炮二进五 我可以还是走鞠一平二 他炮二进五是什么意图 炮二进五就是有个巧招 他准备这样炮二平五这么下 那你只能先把它鞠吃掉 对 这样我把它鞠吃掉 打回来是带姜 他带姜 带姜这个是我 我有一个好奇 我如果按常理还是走向三进五的话 那他肯定不止了 那丢子了 但我这个时候继续还上中炮 可以继续还上中炮 那等于是一个交换了 他可能以为能偷吃你的子 对 是 可能以为能偷吃我的子 那这样的交换过后呢 但是我再打过去 打过去我之后 我这个中炮还是立住了 是吧 那如果他浸炮风度你居 这个棋等于你认为还是红帮多兵 有一定的优势 对啊 这碰住的话我可以冲中兵啊 是吧 我多一个兵 另外他的马主要投入不了战斗 对 是吧 那说明这个棋如果下到这个局面 还是红帮战定一定优势 对 所以他可能不太愿意这么走 对 是 来看一下实战 所以他当时考虑了挺长时间 对 他就是要是考虑这路变化 对 以为是有个交换 有一个金炮的一切 对 是 我的炮 对 对 我的炮 所以在最后我算了半天之后 他认为这个马七进五不行的时候 他就考虑马避开跟我的交换了 但是这不起啊 他是走了 实际上是走了马七进六 对 马七进六 这个可能不太好 同样是避开腰队 他应该走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 马七进八的话 这防止我居一平二出来 对 是吧 防止我居一平二出来 应该说虽然他少了一个中组 但这个局面不至于恶化 不至于恶化 那说明就是 单踢马其实它不仅中有问题 它其实还是要防范你 不能让你指令尽快的出动 对 所以说它这个骑马七进八要更合理一点 但是可能是不是怕你有马五推四登马的骑 你是不是要摆一下这个变化 可能是怕这个啊 我推四登马 登马这个时候其实 那正好过不了足嘛 对 过足你正好冰三斤正好白吃了 是 但它这样可以 应该可以采进来吧 那你不居平二还是量去出来 那居平二量了 是不是可以过足 或换我炮 是吧 我就急着跳过去 他先把炮给换掉 等于说 他有个足的反击 对 有个足过来反击了 是吧 那马一动以后 他肌毛还可以封居 或者七八停六都可以 对对对 那等于说不是特别满意的红包 所以说他这个布局阶段 这个马七停八封居 好像是挺大的一部棋 对 应该说是此局面下 就是最好的棋了 最佳的一部应手 就是你居没出来 我就是要尽快给你封居 马七停八封居 对 实在呢 他没有走出这部账法 而是走了马七停六 对 他跳马 马七停六 这样的话我就居一平二 又居又出来了 是吧 那其实这棋当时 我在现场其实也在看这棋 我就想说 这财医大师不也可以封居吗 这个我这个炮继续封 但是我进六封的话 你有居八进一桌 对 是吧 那我只能居四封 我还是要把你居封住 他如果进这里的话 我当时有可能 我会下马五进七 对吧 马五进七登下居 对 登下居 那他只能居二进一了 居二进一是关的 这时候我还可以走居八进六吧 是吧 居八进六 是吧 等于说你把他这边的 右翼的这个 居马炮给封锁 空间压缩掉 是吧 他这个打僵是不是 他要打僵的话 我甚至可以考虑 是不是走马三进五了 就是一居二 一居二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棋 我再马踩上来 是吧 这样的话 我的大子非常之活 是吧 以后你这个跳马 那我退居回来 跳居我过后 是不是可以有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 炮九平八也可以 去炮的棋了 对 等于说黑帮 红尔一居二 同时黑帮这个二路炮 还有丢的危险 是的 那黑帮可能很难防守 对 那看来这个选择 不是特别的理想 对 那黑帮这个设计也不是 是 等于说他这个八路炮不能轻易的动 是 一动你随时有这个马五进七的一些手段 对 是 那等于这个局面 我们还得为黑帮再考虑一下 对 当时他 等于说这个八路炮动不了 那这个二路炮要是封上 那这边的巨炮又没根 又没根 所以他当时实战其实走的也比较顽强 对 他走了一个巨八平六 巨八平六 他是想要这个先解开这个公式 是是 在他巨八平六之后 当时我就意识到这个起洪方已经大优了 是吧 就是这个局面 你觉得我认为大优了 因为我不仅获得了一个中足的优势 另外我两个巨出来都非常明快 是吧 然后而他不仅双巨跟我对峙的时候 还得避开了 对 他只是巨九平八 巨八平六 对 招牌又重复了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我认为我只用从容的这个初子 是吧 按部就班 往前推进 我就已经占优了 对 我好像是选择了巨八平三吧 巨八平三 巨八平三 嗯 你也是就是先防范 对 黑防以后随时有这个浸泡风讯的手段 对 你先把巨给长起来 是 实在是财大师是走了炮二平四 对 他炮二平四是个对巨 对 他除了对巨以外 我当时还在想 说他马六进七把冰吃了 这是不是赶紧就是以后把你中炮给换掉 他要吃我冰 我这个时候可能会有马五推三 踩他这个旗 对有一个踩冰的旗 是 我如果躲炮 你正好有个马上退回来 马上退回 等于又回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冰尖马的位置 对 那如果我换掉的话 吃掉 吃掉 可能等于说虎猫还是多一个冰 对啊 我还是多一个冰 是吧 我不仅多冰之后 这个时候能 回向应该能回 对 我就把鞠退回来 什么的 你要踩掉 我不仅多一个冰 并且他的鞠马炮位置实在太差了 对 等于说这个单体马的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不仅中路薄弱 他这个鞭马的问题也需要这个及时的解决 是 所以就是骑民朋友们就是我们下骑有时候走单体马这个步骑 就是得注意防范的一点 对 还挺多的 尤其是针对这个虎猫中炮 你不仅要尽快出动大子 而且你这个鞭马 有时候你还要成为一个攻击点 对 而且这个 以后这个鞭冰还要丢 是 是的 所以他这个马六镜漆灯也 也当前也不是特别理想 他当时就实战就是 炮平四 对 把鞭对掉 他想要这样子你也接受交换 对 我接受交换 因为我刚才说了 我认为我已经获得了优势 又多中兵的优势位置好 所以我就跟他换 其实如果你躲鞭的话 比如说你鞭八停六躲一个 那黑方也可能有一个什么 鞭二进九 吃你香的反击 同时黑方这时候还有一个小技巧我觉得 就是有一个马一退三 马一退三 对 以后我这个马六退四打你 或者马三进四 这个等于说黑方单体马这个特点 我单体马后 我这两个马又这么灵活出动 所以财大师当时肯定是希望你 避开对击 对 避开对击 他能有一些反击的手段 但是你这期还挺冷静的 我就直接吃居了 你就是交换了 交换过后他 交换过后呢 其实当时我的第一感是想 我是否能马五退三 对 这时候是不是也可以马五退三 当时我的第一感是想马五退三 但马五退三 我感觉他有可能会下泡发冰漆 那你马三进一不是又吃个冰吗 马三进一又吃冰的话 这样的话 他规划马可以保留这个马 不踩中 不踩七路冰 他马在高马随之 说不定还可以换我 换我马踩中冰 踩三路冰 对 等于说他的籽比较活 你这个籽走得有点偏了 对 就为了吃个冰 但是中冰还会丢 对对 所以有一些滑而不实 是 那么实战这个时候 我看你也是在经过了一段的考虑 嗯 那么这个局面下 就是红方在多冰的情况下 我们蒋大师在终局是如何进取的呢 齐民朋友们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 好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继续收看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带来这个 蒋川大师直红 对阵江西队才艺大师的 这个终局的一个片段 我们来看一看 是 刚才我说了 如果马五退三这么换掉 我感觉他有高马 是吧 对 所以实战我也不急于换子 实战我是下了四四进五 先补了一手棋 对 看一下黑方的态度 对 我的意思是 如果他现在 现在就如果踩我 我再踩他 我这么想 对 等于你保留了马三退五 一个高位的 是 高位的马 虽然我是丢了一个足 但是我感觉我这个棋的 足的优势已经够大 过一会儿 他这些兵都在我的嘴里 所以我不给予 对 黑方呢 现在是面临着少足的 这个一个威胁 是 他也是没办法 他是想赶紧躲 躲开了 他抛八平七 抛八平七之后 虽然我是马五退三 踩足的棋是没有了 对 走不上了 但同时我这个中路 可以踩去进攻了 是吧 对 实战我是走了兵五进一 兵五进一 我准备中路就要进攻了 嗯 这也是打开局面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方式 对 是 他当时是走了一个马六退四 马六退四 马六退四 他想要这个 逼迫你这个中兵表态 实在我再兵五进一 他又吃掉 对 吃掉 这个时候我是走了拘二进四吧 你是直接给他换掉 我直接换掉 对 如果拘二进四 我过后看他会随时有炮四平三什么的打门弓 对 而且他现在不是蹬着你兵吗 是 对 所以你是进行一个交换 交换 你这个交换还挺简明的 是 因为这个兵直接冲下就靠出向了 对 靠着中向了 对 这个棋有时候就在中局这个对杀这个局面下 对 是怎么入局 是 这盘棋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棋力 对 这个冲兵 是 那么他当时走的是马六退三 他是知道你中兵太厉害了 是 索性赶紧把你赶走 赶走 这时候我是走了拘二进四 对 拘二进四 先手抓马 看他态度 对 他马三进二跳什么 以后马三进五这个位置 是的 对 所以他走了一个足三进一 他这个时候不能先走马三退五 马三退五正好可以拘二进五 对 拘二进五 对 但是马位置很差 他只能这个足三进一先看五 对 足三进一 这个时候呢 我是当时是走的炮酒瓶 你是冰五进一 冰五进一 冰五进一吃掉 对 你这个时候其实要我们来看有时候就是 蒋阿师这个棋有时候 我们觉得这个冰 对啊 觉得有点可惜啊 比如说走什么G2平五 G2平五 或者说我走一个什么冰五平六 就是说我总觉得我这冰很大 我就是先不要着急换 但是这个棋我感觉你这冰五进一走的挺果断的 对 因为我认为冰五进一之后啊 我可以迅速的组起来组织起来攻势了 对 所以说我就直接拱向了 就是说在终局阶段我们要 就是说按你的形势判断来讲 你就觉得就是说我一个兵换一个向 让黑帮的这个视像那个不工整以后 就是已经有一些进攻的手段了 对 这个就是说在什么时候这个进攻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手法 是 那你冰五进一就直接就吃相了 我们来看后面精彩的那个棋局啊 它飞掉 然后你走的是泡酒平七 我走了泡酒平七 其实这个七啊 我还有一波比较直接的好棋 我后来自己分析 是 我可以直接马三进五跳起来 直接就先气个马 我可以直接气马 对 那它也只能马三进五吃掉 它如果马三进五 我就泡五进五打僵 打僵它不能视五进六 四进六就泡酒那只能视五进四 这是我可以走G2平五 等于说又泡五平七吃嘛 还是泡五推四 对 泡五推四 这样的话可能进攻更加快速 是吧 等于说它把水还得丢回去 是的 那丢回去肯定是你白多俩相的气 肯定是优势 对对对 是 实在呢我并没有走出这个招法了 可能比较求稳了 是 是有一些求稳 但是由于我这个中路把它向拱掉之后 我确实位置实在很好 我泡九平七 泡九平七是什么意思 也防止它马三进二 泡九平一 对 一个是防止它马三进二 一个我感觉它这个旗动不了 大字全部动不了 它这巨也长不起来 对 随时有巨也长不起来 是 它如果动马三进四的之类的话 我可以泡七进三打出去了 这底下有闷公沙 对 是 所以它当时也没办法 走马三进一 没办法 它走了马三进一 马三进一 这个时候我就继续泡七平八 泡七平八 我准备走泡八进五了 进五这有一个打向的旗 是 对 那它马一退三回来 马一退三 马一退三呢看似是 防止了我这个炮的进攻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 马三进五更不用弃子了 也不用弃子 顺势上来 看来就是这个 一个兵换完一个向以后 黑方这个中路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对 是 这个旗已经挺难防守的了 是 但是我们也得给黑方出入主意 对 它有什么顽强的一些防守的手段 照法 比如说那这落相可能是不予考虑的 对 落相我就马跳进去江了 江 江马四进六 要绝杀了 江它得颠炮这个 跳马一个绝杀的旗 是的 那它居六斤二看上呢 居六斤二我也可以打江 也可以居二斤五斤 江 江它还是 对 好像挺难办的 挺难办 它如果退市的话 我还是可以跳马跳进去 对我们来看一下 它退市 你马五斤四江 马五斤四江 对 然后它补一手 我可以马四斤六 马四斤六 那还得准备居六斤捉一下 这儿有江 对 江可以泡八瓶六勒泡 是 对 而且这中校马其队我还蹬着 是的 那这个棋不行 那将军的时候我要是电炮呢 电炮的话 这个 这时候也能打江了 对 你还吃了的话 他吃一江的 泡八瓶五 是 居也丢了 等于说 等于说这个局面下 黑帮居六斤二是不行 是 但是马三斤四也不行 丢死了吗 对 守不住 那它实战也是 居六斤六 它也是抛出胜负手 抛出胜负手 嗯 他可能希望你打一江 他希望我打江 打江正好出江了 正好出江 这个时候我反而有时候不要太着急将军 不着急嘛 对吧 这个还技巧 你当时是 我当时是走了 先进居江 进居江 那它落势你又马五斤四江 抽炮了 抽炮了 所以它炮五退二 炮五退二 这样我是炮五进五 打降江 炮五进五一江 一江 嗯 那只能落势 只能落势 否则我吃炮是先手 嗯 这样 在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也是 我如果更积极一些 我可以走 马五退六之类的 哦 马五退六回马 但我也感觉引起不闹事嘛 对 能稳住了 因为我就吃炮了 选择交换 尤其是少向缺 对 缺向炮炮工 对 缺向炮工 对 对 所以你就G2平3就讲话了 对 实在呢 它就交换 交换了之后 我是走了炮八拼五 炮八拼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他马二进三 他马二进三 马二进三 这时候我也是 引起不闹事 我走了G3退4 G3退4 主要看一下 G双炮这个残局 双炮兵的残局 对 这个时候 财大师是走了马三进四 马三进四 他也想运用两个马 对 马三进四 当时呢 其实我第一感觉 一闪而过的感觉 我是看看能不能像这个 炮五拼二 江 炮五拼二的话 当时我看他 他马三进五 我如果江 他就上老将了 上老将 我如果用向飞 不管向三 向四 向三进五 他可能马四进六 这么跳进来 他还有个巨马反击 还有点反击 整个是这个局面 其实也是你是多向占优 但是黑方有些反扑的手段 肯定不愿意下场这个局面 我不愿意 所以实在呢 我就是走了炮五推二 我就炮五推二 不让他的马投入战斗 对 那他当时这个择也没得动 他马三进五 现在不行 那你炮五推三 我炮五推三打回来 打回来一将 这个马要丢 他索性就上了 他上了老将 上老将之后 我这个手也不给予打 对 一般想着就是将军 一般先吃冰 对 他还是有些反击 我感觉虽然我物质力量 也是占优 但我总感觉 他马扑进来 没有必要 所以你要是控制这个棋 选择这个走法 就比较 对 就希望这个走得更严谨一些 能控制得住 所以我就打了一将 那他索性上三楼了 是 他如果下降的话 总感觉白走了一步 他肯定不肯 对 刚才都是从这里上来的 所以他这个手只能上来 上来的话 我走了G3推二 我再拔回来 这个以后随时这个 我可以有G3平五的起来 G3平五起来 如果他不动轮到我走的话 我就G3平五了 他如果出这边 我可以将他 是吧 出这边我也可以用泡罩 对 等于说你是用 G双炮来组合沙法 对 是的 所以财大师呢 这个肯定是看到了 所以他就把G3平五 这手也是无奈的 对 他只能这么交换 交换 交换 打回来 我是先打了两 没有 我是直接打回来 对 你是将军 他是G5平六 对 G5平六 其实我觉得这个棋 就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就是 先披江是吧 不是先披江 就是这个局面下 我觉得有一点 我觉得挺想 跟这个其友们 这个分享 就是说我知道 你为什么这个时候 不走这个炮五平二江也好 对 然后或者是炮打兵也好 就是因为在残局阶段 尤其是黑帮少俩相的阶段 对 炮是在那个后方 是 进攻威力更大一些的 对 就是残局要炮归家 就是说炮不要在前面 要炮在前面的话 你击到兵得走很长时间才能引起 那这盘棋就是你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后面的棋 大家就能明白了 是 就是在这个阶段下 对 然后他只能漫盘棋 我给你换了 是 否则你这个双炮有棋 那之后你就炮五退三打一将 嗯 那他就很痛苦了 对 等于说你的炮是在中路 在自己的后方 反而威力更大一些 是的 比这个二路炮啊什么的 威力都要大 对 那他只能G5平六 先手一个类 嗯 手类这时候我经过计算 我认为可以采取最后的总工了 对 我就直接就G3平五了 是吧 将 那他只能降五平六 不能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我肯定 平四这个马丢了 嗯 我就炮五平四 你当时 我先走了G5退一 我当时如果 你这还有一个过门啊 你这还有一个过门啊 他可以有G6平五对我的G 有一个对G 有一个对我的G的起 我肯定不愿意啊 实际上我是先过了这个门 我先走了G5退一 对 让他马先定位 他马四进三 马四进五也差不多 都差不多 如果马四进三 我也跟实战一样啊 马四进三我也会走炮五平四 对 马四进五 看一下实战 马四进五 我走炮五平四 一将 这兵也不用管了 他只能G6平七 他只能G6平七 像我走炮四推二 炮四推二 炮四推二 我接下来就可以四五进四了 是吧 眼看着我四五进四 是吧 他就没办法 那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这个G炮 炮龟家的下方 对 就像刚才我就是想跟奇友们分享 就是说他前面为什么不走炮五平二 或者是炮五推二以后炮五平七打兵 这个时候就不在于这个一个兵一个足的物质力量 我觉得这盘棋给我们提供的思路就是 怎么针对单体马从中路进行一个攻击 是的 同时呢有时候在残局时候 尤其他老将位不合的时候 我们炮要在后方 而且这个棋他他现在也没得解了 对 他这个马五 马五进七要是跟上 马五进七我也可以四五进四 对这个杀法大家也能看出来 他要吃掉 我可以 对等于说也利用了老将 对 利用了江帅的这个 所以说这个推一个炮的威力还挺大 他如果走足三进一 我也可以四五进四 也可以这么杀 对也是这么杀 对 其实这个棋 这个典型的一个杀法 我们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刚才如果马在四路的话 马在四路 你也是僵那么回 也是一僵一退回来 一退回来 他也不能走马三进四 马三进五还是只 还是僵 对 因为这个棋我老将能露出来了 对 如果我像在这些位置的话 可能还一下子僵过死 对对 正巧这个位置 不过这个棋 我觉得这个残局很典型的这个 这个炮 加上这个这样的这么一个组合杀法 我们给大家再简单介绍一个一个小技巧 就是说黑帮这个老将 如果在二路的话 这个棋行不行 这个棋呢 黑帮也是马三进四什么都不行 他只是僵 也是不行 那黑帮可能是不是多了一个十六进五 对 有十六进五他可能就容易防守 那么这个棋其实也 我觉得讲大师给我们讲讲这起十六进五 红方怎么进攻 如果十六进五 但在这个局面下 因为红方可以马上进攻了 对 他也可以走十五进四 对吧 那我要知识呢 我可以居五进二 那我要是再 知识我可以先吃一浆 吃一浆再退一 那我退居要是看上这个市 你看我可以退市了 是吧 对正好 那我正好落市的话 居就丢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局面我觉得挺有这个我们研究这个沙法的时候 要挺值得回味的 这老江在三路在二路这个狙炮的这个威力都挺大的 对 是的 所以说这个这个炮退回到底线 当时这个 当时是这个局面是吧 是 这个局面 然后财大师当时也是很无奈 我看他考虑了一会儿 对 然后当时也是就只能偷子认父了 是的 因为在马五进七这样子 也都没办法防守了 是的 所以不过我觉得这盘双方也都下的比较精彩 而且蒋大师的自占姐说 这个下的很好 给我们一个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继续的关注与支持 然后希望其名朋友们能够继续收看我们的关注 关心我们的节目 好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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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